冷冷的冬天 一锅香喷喷的羊肉炉 是不少掏客的最爱 但受到进口低价羊肉的冲击 国产羊肉市占率大约只有一成 在彰化田尾 就有一位牧场第二代黄剑敌 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 国产羊肉的好 原本在科技业工作的他 选择返乡养羊 他改变传统的做法 牧场里的小羊 全都由他自己繁殖 从小开始把关他们的健康 羊肉吃来没有新香味 他还创立自由品牌 自产自销 推出不同部位的羊肉产品 还开发方便料理的 要帅羊肉炉 热通通的火锅 用鲜嫩的羊肉片 放进锅里涮个20秒 肉质吃来有弹性 没有新香味 是冷冷冬天里 不少掏客的最爱 我们在这些羊小排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火候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小火 去做个慢煎这样就可以了 煎到六分熟的法式羊小排 撒上孜然粉增添香气 软嫩多汁的口感让人回味再三 这些方便烙里的羊肉 也是黄健迪反乡养羊 努力打拼多年的成果 牧场主要的品种就是 我们所谓的努比亚肉用山羊 那这个努比亚肉用山羊 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是它的耳朵 它耳朵是很大的 而且耳朵一定要低于这个嘴巴 大概二到三公斤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鼻子 鼻梁 它鼻梁会有一个罗马鼻 阴沟鼻 它的肉质是比较符合 我们台湾人的口感 然后再来是它的饲养的年龄 它饲养的肉里很快 它几乎在从出生到上市 大概十二个月就可以上市了 章话田伟这家羊牧场 第二代黄剑笛 舍弃一般向繁殖场 直接购买小羊饲养的做法 自己繁殖 培育 才能养出最好的肉质 像遇到这种刚出生的小羊 我们就会帮它做一个耳标的标示 那就是可以 在耳标上面的号码 就是针对它的妈妈 还有它在我们场内的编号 自己养的话 虽然是比较搞刚 但是我觉得这至少是 从从从出生开始 到它上市的这个阶段 我们都可以照顾到它 而且是亲身的在接手这一块 所以从它出生到上市 它的健康状况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都有办法掌握 事情照料 法官小羊的健康 尤其是母羊 无法亲自捕育的小羊 得特别用人力喂养 刚出生的 人家要死亡 不是还有一天 这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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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三宝 这可以10个 这只10个 10个哪一桌 来 把位置搅拌好 这个要买的 这个位置 孩子要回来吃 就说就 就这样给他 爸爸看他自己 孩子有在打扁 看乎 儿子经营牧场的努力 妈妈全看在眼里 原本黄建迪在台中的科技大厂 有个高薪稳定的工作 因为不忍父母年纪大了 还要辛苦地养羊 他决定辞职返乡 继承家业 等我一下 什么情况 他两只在欺负一只 我把他落小的那一只已拍 东都比较喜欢欺负弱智 羊他有时候在吃的时候 他如果屁股朝我们栏杆这边 然后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就会把他的大便 搭在饲料槽里面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剪掉 如果不剪掉的话 他这些饲料他就不会吃了 一手包办羊设理的大小事 在他接手后积极改善厂里的设备 设置自动脱网 处理羊分 减轻工作负担 也让羊智的生活环境更舒适 那以前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怎么处理 我们以前没有设备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那边爬大便 所以我们爬大便是因为你要弯腰 那时候如果大便跟尿液是混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那个重量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去做这些清除的动作的时候 真的是很累人 都一定会做到室内裤 那我们这个脱网可以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达到我们羊的粪便 跟它的尿液是可以分开 做一个干湿分离的动作 如果我们尿跟粪便它是混在一起的 那它会产生氨气 那这个氨气就会对我们羊的呼吸道 还有它的眼睛造成伤害 有了机械辅助 羊设的例行清扫轻松不少 羊之每天排泄的羊分 它也不浪费 把它们收集起来 发酵20天就成了肥料 我们过去年有来买 买到转得不错 今年又来 那你是种什么 我种红柚 像我们提供的农友 它有的是种苦瓜 有的是小黄瓜 番茄 然后还有那个芭蜜 种植芭蜜最多 我大概是七成的大便 都是种植芭蜜的农友买走 真的有差就对了 对 像我们有机子蛮多的 对 都是吃草的 那你如果是农田 里面下这羊肥的话 其实你对那块土地 也比较不容易酸化 然后又能达到 有肥度的动作 就比较能够养地 发酵过的羊分 废物变黑金 除了可以卖给附近农友 增加收入 还能用于牧草的施肥 成为友善循环的农业 在牧场附近 种了一甲的牧草 每天下午 黄介迪都会架着收割机采收 所以本身种植牧草的话 第一个是可以帮我们 节省下很多的 好的飼料的成本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可以至少我们可以 做到不用药的 施作方式去让牧草成长 这样子 养在每一个阶段 要吃的那个 饲养的量都不一样 还有它的营养 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要请 那个老师来帮我们 配那个养的营养 营养日良 大口大口吃着钢采下来 又清脆又香的新鲜牧草 是小羊们的最爱 他们每天吃的都要 如果牧草的话 至少一天要吃4公斤 那飼料的话 至少也要0.8到1公斤 撒这个牧草 然后还有那个飼料 下去让它吃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靠过来 它可能就表示 它身体有什么病痛 那我们就过去跟它关怀一下 照顾羊汁为不治 除了牧草和飼料 还要让它们补充矿物质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灰色的那一块盐砖 它是我们是进口的矿物盐 因为羊汁如果光吃那个牧草 跟一些五大原料的话 那其实在他们对于 矿物质的摄取方面 他们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在每一个饰养栏里面 放置这个盐砖 注重每一个饰养环节 羊只长得头好壮壮 但回想刚开始接收养羊 育成率不高 让它相当苦恼 当初回来养接收的时候 那时候育成率差不多 大概只有六成五左右而已 有时候小羊出生之后 我们可能就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说他妈妈本身 没有把它照顾好 那就会导致小羊就提早就夭折了 这样子 那这其实对我们训物乐来说 是一个很伤的一个经济损失 饰养的挫折和理想的目标没有达成 让他一度想打退堂骨 回去当上班族 有很多次都会很想要放弃 可是当你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想想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隔天早上你还是又 又会恢复到一个很有冲定的心 去继续去经营这一块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对得起自己 至少你可能没有很成功 但是你至少一定要努力过 想到当初本相羊羊的初衷 他振作起精神积极上课 请教专家才知道让小羊夭折的原因之一 造成养殖关节炎 脑膜炎和乳房炎的CAE病毒 要怎么预防感染 就是他乳房会转硬 会变硬块 那变硬块之后他就不会密乳 不会密乳的情况下 可是他还是会一直脏奶 那他又脏奶又不能密乳 然后又转硬 然后最后那个乳房就会坏死 所以小羊跟着饿死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CAE的隔离区 这隔离区隔离起来之后 我们就是先用人工先饲养一批 那这一批现在看到这些女羊 就是种母 这就是未来就是从这边再开始把CAE 从我们厂内慢慢地剔除掉这样 设置隔离区的做法逐渐看到成效 原本不看好的父亲现在反而比他更在乎 CAE病毒的隔离 这这就是CAE 这这鸣鸣就是警察 这这鸣鸣就比较适合 这就要淘汰了 这关节就聚不开 后来也是都让他发展我们时间 所以我们就能复杂 他就天年转到百大新郎 等他都在装 我们就有这个家庭 校舍的黄建迪为了实现复兴的愿望 特别盖了一间全新的三合院 所以我本来在台中买房子 然后就把台中房子卖掉 然后回来盖着三合院这样子 杨舍就盖在三合院旁 每天的生活都以杨为重心 黄建迪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国产羊肉的好 小羊达到一个月龄 大概是30公斤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羊肢做一个去世的动作 就是会帮他的羊蛋蛋取掉 那取掉这个动作就会让他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会有这个新三味的产生 国外的话 他们第一个是品种的不同 他们大部分都是绵羊肉 然后再来是他们是放牧型饲养 那在放牧型饲养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说 他们没有办法一直一直去抓回来做严格 没有羊肃味的羊肉 黄建迪成立自由品牌 采取自产自销的方式 还取得国产羊肉认证 除了不同部位的羊肉 也开发出以嫩肩羊肉块 搭配中药材包的药膳羊肉炉 在家直接用电锅炖煮 就可以轻松吃到一锅 暖心又暖胃的羊肉炉 离开科技业返乡养羊 黄建迪不以为之现状自买 不断地吸收新枝 容易创新和突破 还让国产羊肉有不一样的走向 也让家里的传统畜牧场展现新风貌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